药卓博士 我的左手辫就是叶国豪博士 叶国豪博士是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 辉与国立青环大学 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客截讲师 好了 我开场报的部分就去到这里 先把時間交給戴先生 和大家報告今天我們關於大灣區生活和工作 這個調查的相關數據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發佈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的最新結果 今次的主題就是大灣區生活和工作 一共就是兩條題目 我們也加了少少深入的分析 等一會和大家講一講 先看看樣本資料 今次的調查是在4月16日到4月21日進行 以便由接觸我們的意見群組成員 請他們網上完成調查 今次的總成功約本數目是6270人 回應比率接近7% 亦都有我們一貫的加權的方法 就是按照政府統計著提供的 全港人口年齡性別分佈 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身份 區議會人口數字 區議會選舉結果 以及我們常規調查當中 特首平均分佈 以反覆多重加權法 來進行調整 先講第一條題目 題目是這樣問的 你有當願意或者不願意 就是在香港和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定居 我們亦沿用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一貫分析 分開民主派支持者和非民主派支持者盧列數據 題目是五等兩尺 選項方面有很願意 多願意 多願意一半半 多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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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在這條在香港和澳門以外大灣區定居的題目當中 不願意的比率就是九成 民主派支持者部分不願意的比率是九成 當中好不願意是七成四 多不願意是百分之十六 五等兩尺的一半半選項有百分之六 另外願意的比率就是百分之四 來自兩個百分比是好願意 兩個百分比是挺願意的 我們也有一個平均良值 平均良值就是一分就是很不願意 五分就是很願意的話 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就是1.4 1.4基本上就是很不願意到幾不願意之間 另外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願意和不願意的比率都沒有過半 但是以不願意的比率就較高 不願意的比率就是四成一 當中來自兩個選項就是 好不願意就是三成半 幾不願意就是百分之六 其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有兩成八在這條題目選擇了一半半 另外也剛好有兩成八 選擇了願意在香港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定居 兩成八分分拆成為就是好願意的比率百分之十 幾願意的百分之十八 平均量值方面一至五分 在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就是2.6分 2.6分就是基本上在幾不願意到一半半之間 另外我們也都運出一個合計的數字 合計的數字就是來自兩個組合 按照著我們常規調查當中的民主派 和非民主派比例就調整得出 合計的結果就是不願意的比率就是六成一 當中很不願意就是百分之五十 幾不願意就是百分之十 一半半的比率就是百分之十九 就是大概五分之一 另外也都有大概五分之一 是百分之十八就是願意的比率 當中很願意百分之七 幾願意百分之十一 平均量值方面合計的平均量值就是2.1 基本上就是幾不願意的 上次要一個圖示的方式 過往都很多次給大家看過 就是以紅色和綠色分開 先看第一個橫軸就是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綠色就是很願意以及幾願意的比率 紅色就是幾不願意和很不願意的比率 第一個橫軸就是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九成的部分都是紅色的 基本上都是不願意的 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就在右上邊紅色佔多一點 那就是四成一 左上邊的綠色部分就是兩成大 合計數字就不願意的比率 就過半達到六成一 在這條題目底下 我們嘗試做過深入的分析 就是按照年齡的分層 是看不同的年齡組別 他們在回應這條題目時候的選擇 那我們知道在合計的數字當中 不願意的比率是過了半 那如果我們分開年齡層 我們會比較見到就是 十二至二十九歲的市民當中 不願意的比率是較高 就是七成八的 相對於三十至四十九歲 以及五十歲或以上 他們不願意的比率分別是五成三 和五成九的 雖然願意的比率是佔少數 但是我們都可以看回年齡分層的時候 幾個年齡組別當中願意的比率 十二至二十九歲是百分之十 是願意去香港和宛以外的大灣區定居 另外在三十至四十九歲的組群 就是二十三 最後在五十歲或以上就是一十八 第二條題目就是在大灣區工作 同樣都是一個五等兩尺 同樣按照民主派支持者 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進行分析 先看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去到香港和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工作 有八成四是不願意的 百分之七就是一半半 百分之四是願意的 那麼我們看回 在不願意的比例當中 當中很不願意是佔了絕大部分 就是七成二 幾不願意是百分之十二 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也有百分之六是不屬於勞動人口 所以這條是不適用的 我們也都運算一個平均良值 一分就是很不願意 五分是很願意的 即是數字就是1.4 即是基本上是很不願意 和幾不願意之間 另外就是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願意和不願意的比例 也都是不過半的 兩者都得不過半 不願意的比例是四成 當中很不願意是三成一 幾不願意呢 百分之九 五等兩者中間的一半半選項 就有百分之十八的非民主派支持者 簡選 另外是說願意的比率 三成二是願意 然後是當中很願意的比率 百分之十四 幾願意百分之十八 在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有百分之八是不屬於勞動人口 所以這條是不適用的 平均梁值方面 數值就是二點七 二點七這個數字 就是一半半靠近是幾不願意的 同樣地我們也有一個合計的數字 合計數字 不願意的比率是五成八 當中很不願意是 基本上接近一半 就是四成七 幾不願意的百分之十 一半半是百分之十四 願意的比率是兩成一 好願意的百分之十 好願意的百分之十 幾願意百分之十一 平均梁值就是二點二 二點二 基本上靠近是幾不願意的 同樣都是採用這個圖示的方式 紅色部分就是不願意的比率 綠色部分就是願意的比率 有一個橫軸就是民主派支持者 八成四是紅色 即是說八成四的民主派支持者 是不願意去到大灣區工作 在第二個橫軸就是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四成是不願意去大灣區工作 三成二是願意去大灣區工作 合計的數字就是 有超過一半是不願意去大灣區工作 比率是五成八 願意去大灣區工作 五個裡面大概有一個 比率是兩成一 最後我們也用同一個年齡分層 去看回這次第二條題目 就是去大灣區工作 十二至二十九歲的市民當中 不願意去大灣區工作是七成一 願意去大灣區工作就只佔百分之五 三十至四十九歲的市民當中 不願意去大灣區工作 也是過半就佔百分之五成二 願意的比率是三成一 接近三個裡面有一個 五十歲或以上 不願意的比率是五成六 願意的比率是兩成 如果我們看完平均樑值都比較清楚見到 三十至四十九歲平均樑值相對最高 但數值都是2.5 2.5 即基本上在幾不願意到一半半之間 那其他的數字 大家都可以看回這個影片 大家都可以清楚知道 那補背後兩條關於定居和工作的題目 還有我們按照聯名分層的分析之後 我們有請今天的嘉賓葉國士 和我們做些分享的評論 請葉國士 好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這次都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 對這個調查的一些看法 那我有幾點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第一點我個人就很肯定 這次的調查 因為我們都知道 關於大灣區相關的討論 是一個國策來的 就是中央政府的評價很高的安排 那大家平常生活中 坐地鐵或者看電視 都看到政府 就是給了很多心機 或者留了很多預算 做宣傳的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們呢 對於大灣區 香港市民 會不會到大灣區 規矩 工作 退休 或者讀書 其實我們相關掌握的資料 從學術界來看 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呢 首先我就肯定今次的調查 那第二呢 就可以分享一下今次的調查 和以往的調查有什麼不同 那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那在香港呢 學術界呢 做關於大灣區的研究呢 差不多是從2013年左右到現在的 2013年 所以其實都是 過去四五年發生的事 但是呢 過往呢 我們的焦點呢 就會擺在居住的 你有沒有擔住回大灣區住啊 還有呢 你有沒有擔住退休 退休 65歲 或者衣服長者 就是退休的 第三呢 就是現在政府 很鼓勵一下年輕人 特別是年輕人回大灣區工作的 或者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讀書家裡很大的嘛 所以呢 鼓勵一些年輕人 是回那裡又讀書的 主要是這四個層面 那這次的調查呢 就focus在居住和工作的 那可以說一說呢 過往呢 一些研究的調查的一些 通常給我們一些 這個大灣區的picture是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的 以往的調查 通常呢 都會告訴我們 受訪者 他的年齡越大呢 他越有興趣 回大灣區 當然是退休啦 或者做事啦 還有呢 教育的水平呢 就是他的學歷呢 越低呢 就是越有興趣的 或者呢 你都可以說呢 年齡越輕 或者學歷越高 反而是不喜歡回大灣區 過 這是過去的一些分享啦 一些調查的結果 那麽也說 都看過一些調查呢 都可以看到 受訪者呢 是減移回大灣區的 比例是不高的 你不理呢 我手邊是兩個數據啦 不理是2019年 政府統計處做的研究呢 是不夠兩成 一成多的 或者呢 中大亞提索 17年 18年 19年 就三年做調查呢 都 最多三成 三成多 沒有試過過半的 所以你可以說呢 過去五年 雖然大灣區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國家的policy 很重要 但是呢 似乎呢 香港市民呢 對大灣區的信心 或者想回大灣區 發展的那種 二年呢 其實是 和政府呢 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看一看 今次的一個調查 我覺得幾有趣的 那今次調查 可以看得到呢 就是我們以往通常都是 看回受訪者的年齡 或者教育的水平 背景 那今次的調查很有趣 很不同的就是 看回受訪者的政黨支持 所謂的民主派的支持者 或者非民主派的支持者 這個是以往的調查 很少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比我們更加理解 那怎麼看這個議題 那同時間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不理是今次調查的 就是定居也好 工作也好 就算是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朋友 受訪者 其實 他是回來地定居 或者工作的 那種慾望 或者那種疑念 都是 都不是太過理想 最多就是一半半 一半半 這樣 所以似乎呢 告訴大家 其實政府呢 需要做的工作更加多 你看非民主 就是經濟派 或者非民主派的朋友 似乎都未必是容易回來的定規 或者工作 好 好 還有呢 其實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到 政府呢 主要的宣傳是什麼呢 大家看地鐵神的歌 一些artist 一些唱歌 希望鼓勵大家回來的發展 他最希望的呢 就是 可以鼓勵一些 香港年輕的 就是 如果年輕對香港政府 是說那樣 我們以為是年輕 的話 18歲就會18歲 我們身為年輕人 但是政府可能39歲 或者15歲以下 都算是年輕人 所以呢 他主要的目標的群體呢 就是已經 明輕人 希望他發展 那麼他 在宣傳裡面呢 又強調回 來地的生活的條件 生活的空間 是比較大些的 或者呢 創業的機會 比較多些的 或者創業的成本 是比較低些的 大家可以大致上 看得到 他的宣傳的 一個主要的 一個主題 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議員 雖然這次 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資料 不過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往一些 內地的 excuse me 香港的市民 或者受訪者 為什麼 大家可能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 不願意回內地 定居或者作業 以往的研究都 告訴我們 你知道其實主要幾個原因 那這幾個原因 是很難處理的 其實很難處理 就是 未必是特區政府 是鼓勵大家 翻作為翻的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學術上面 討論 第一個原因就是 文化差異 中間兩地 兩地的文化差異 或者是 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差異 那什麼叫做文化差異呢 我自己是個 所謂的學家 就是我們處理文化 這個議題有時候 都很小心 因為是不容易計算的 這個文化 你明明知道文化 影響到個人行為 但是呢 又很難 統計得到 這些文化的差異 那什麼文化差異呢 你肯定說 你肯定覺得 回內地 我們內地的人 和你互動的時候 有沒有禮貌 或者是不是排隊 和這些互動 就是一個文化差異 價值觀的差異 第二個呢 有一個重要的 事實上 討論到 給大家參考 始終都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政治制度的差異 第三呢 就是 可能跟我們生活的 比較相關 比較重要的 就是醫療問題 或者一些 相關洗肥的問題 所以這些原因 可能會影響到 受訪者 會不會回內地 來工作就業 或者退休 這些選擇等 所以 我自己有一個 很初步的觀察 不過都歡迎 各位朋友 記者朋友 等一下都可以提問 我們進一步再做分享 我自己有幾個觀察 第一 我真的覺得 其實特區政府 是必須 針對相關的議題 做多些調查 做多些調查很重要 不單是我們民間的調查機構 或者學術機構做調查 政府照顧 它是掌握最多的資料 是不是 它應該做 做多些調查 做什麼調查呢 比如說 我們現在如果鼓勵 香港的年輕人 回內地就業 或者長者回內地退休 安老 那麼 我最少應該要掌握到 什麼數據呢 比如說現在到底有幾多 香港人在內地做事 做了幾多年 是不是 它主要是 哪個產業 如果是製造業的話 主要是做什麼 那個 可能是公司裡面的 到底是管理層 還是基層 或者是中層 其實 這個我們現在是 掌握不到這些數據 但是應該又掌握得到 還有呢 可能大家更加關心這個 就是它到底 它是大灣區 就業的 是做了幾多年 做了幾多年 做了幾多年 大家都打工 大到幾多年 或者更加有意思的 就是 它的零工到底多少 其實這個大家都很關心 大家知道 現在政府主要的方法 就是用回政府補貼的方式 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 內地和香港的零工 有一定的差異 所以為了 這個特形呢 香港的年輕人 是回大灣區就業的 所以它必須要用這種 行政的手段 是補貼它 補貼它 譬如說 最少都要給它萬八元 那樣 或者提供很多的津貼給它 但是這種津貼 或者這種行政的方式 是沒有辦法持搞的 大家都知道 還有這個都是 都是 變成 我們講的 將這個市場的機制 其實歪曲了 其實是不理想 但是我們都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 我們 我出來的 鼓勵大家回內地發展 或者強制回中港的經濟整合 在一個中央 或者是特區政府 很重視的一樣東西 我們都明白的 但是呢 這種方式是不可以持搞的 所以 我自己真的覺得 作為一個學者 我建議政府 應該要做多些調查 到底現在有多少人在那邊 就業 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要搞清楚 我自己手邊可以掌握的資料 其實呢 最近一次的調查 其實是2010年 大家很難想想得到 今年是2021年 十幾年沒有做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或者知道為什麼政府不做了 但是呢 作為學者呢 我們掌握的客觀的資料 越多呢 可以幫我們更加多的了解 但是呢 我們要把香港的市民 在台灣區發展的真正的情況 也都對 將來的如果有相關的政策呢 我們要規劃這些政策 或者執行這些政策 是更加有幫助的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呢 我有一個很普通的評論 我覺得現在 特別政府呢 鼓勵香港的市民 或者年輕人 回來發展的過程中間 給我一種感覺就是 其實呢 其實呢 他當然了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還有呢 其實他的目標群體呢 我很怕呢 他會 最後一個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呢 其實如果你會去的 你就一定會去的了 但是呢 你不會想去的呢 你怎樣宣傳 對他來說 可能都未必會有用的 這樣就很慘了 為什麼呢 我剛剛講過幾個因素 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 不回來發展呢 其中最主要兩個因素 一個是文化因素嘛 一個是政治因素 這兩個因素 都不是特區政府 或者是內地的政府 可以應對得到 或者解變得到 所以這個結構的因素 沒有辦法解變的話呢 你純粹用一些經濟的誘因 來吸引香港的年輕人回內地 其實我覺得 可不可以有這麼大的果效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需要更加多的資料 但是呢 似乎呢 就不是太過樂觀的 暫時分享到這裏 好嗎 暫時分享到這裏 謝謝 多謝葉博士 講了到底有些什麼因素 是葉博士看到呢 是跟這個打爛區 工作啊 生活啊 定居有關的 也都有些什麼呢 政府做到做不到 那我們現在開放的 記者提文 先是現場記者提文 另外就是網上 網上我們暫時已經收到一條了 先看看現場記者提文 請 林鄭月娥呢 最近都回到大陸出席那個國外聯團 都有討論到呢 關於大灣區的發展問題 他就說很希望呢 很希望呢 這年輕人可以多一點 去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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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中央政府政策 鼓勵年輕人回 特別年輕人回 這個大灣區工作 或者甚至定居 這個可以理解的 那當然就是 等於你現在出來做事 那你不是整封革職信啊 滅完事入職 這樣算了吧 其實 我想去到一個法律體制 這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作為一個年輕人 那當然可能有些朋友問 其實最近 譬如可能唯一大堂 都不斷有 韜天蓋地的一個 政治宣傳節目 就鼓勵很多年輕人回大灣區 即是無論是創業產業 無論是零售 無論是設計 無論是各方面等等各方面 那當然這些節目 呈現出來的那些主角 能不能夠作為 概括回我們的年輕人 他們都可以有相同的經歷 或者相同的一個經驗 就可以在大灣區發展他的事業 甚至他的一個生日機會 這個我們不知道 因為沒有一個故事 背後究竟那些人 他能夠發展 那當然一定是講一些 他做過的事 他做了的事 這些成績 但是可能這個節目 可能對很多朋友來說 都覺得有一些問題 譬如說 我是不是真的就這樣走上來就行的 第一件事 是不是就這樣走上去 就可以變成他朝成為 電視宣傳裏面的一個主角呢 另一件事就是 剛才我提過 因為大家發誓不同 或者各人的 所以其實 再加上剛才阿葉博士 都很強調文化差異 簡單到 你可能 年輕人上去要玩WeChat 要融入別人的生活圈子 各人的語言 或者甚至是一些 不要說大家 雖然都是這個台灣區 但是實際上 不只是吃可南雞飯 不是喝飲食食 其實日常生活更加多的事 就是一些 一些潛規則 無論是一個總職 一個公司 各方面 一對都不妨都可能 分開一個 真實的經歷給大家 作為一個參考 當然在國內做事 各方面 我相信 無論在廣州、東莞、兆慶、中山、珠海等等 他怎樣看香港人 他怎樣看香港的年輕人 都很重要的 但是我都知道 當香港年輕人 回上去做事 我想 除非他本身有一定的社會背景 或者甚至是 有學徒 如果我這樣說 否則 在國內的一些社交媒體的一些平台 他們會形容香港年輕人 是恐怖分子 暴徒 搞亂檔 或者甚至是 將香港一些 當權者常用的一些 蟹蟑螂等等這些字 搬上去標籤香港年輕人 所以如果各位香港年輕人 想回大灣區做事 似乎 他怎樣能夠改變到 大灣區在國內的人 怎樣對香港年輕人的觀感呢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或者是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大灣區的這個機會 或者是一個機遇 我都有證明的一些看法 就是我不否認 對年輕人來說 增加他一個生活的空間 和造業的可能性 因為始終 香港並不是所有的產業 都可以很平衡的一個發展 這個都是香港經濟結構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生活空間 或者是一個造業的機會來說 其實對年輕人有所幫助的 但是我都必須要提醒 就是其實大灣區的機會 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但是我都很同意 Benson 文博士說的就是 香港年輕人的優勢是哪裏呢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但是中國社會現在的變遷 但是中國社會每一年 大學畢業生差不多一千萬 一千萬 一千萬是什麽概念呢 超過香港總人頭的 那 局院總理都非常擔心 每一年大學畢業之後 大學生畢業之後 怎麽解決走業問題 所以內地的走業問題 本身都很嚴重 所以其實香港年輕人的優勢是哪裏呢 你有什麽經驗呢 你的英文是否好過內地的朋友呢 你的普通話有什麽好過他們呢 或者我們都知道 內地很多時候做事是需要人質關係的 你有什麽相關的人質關係呢 所以我通常都會跟我的同學講 學生講 或者朋友講 其實你回內地的發展也很好的 真的其實 有回程下的不同的經驗 了解一下當代中國的發展 或者是 那麽有些人質關係慢慢培養 我覺得都是 我個人就覺得是證明的一個看法的 但是呢 我們還不可以誇大香港年輕人的優勢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是個內地的老闆 那麽我今天請一個大學畢業生 我爲什麽要用1萬8元 我覺得不是1萬8元 1萬2元好了 那請一個同內地中山大學 或者是這些好的大學 可能我4千元 5千元就請得到 我爲什麽需要等大部的錢來錢 不是你的嘛 所以你香港年輕人上到上面 都必須要思考 那爲什麽你們需要用這麽多錢來請你 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這個優勢呢 我始終覺得香港政府的評估 他自我評估 我們對香港年輕人的理解 和香港年輕人對自己優勢的評估 和理解其實中間的落差 那麽落差呢 可能會產生這個一個政策來的嘛 鼓勵回年輕人 回大灣區的一個政策 可能是實前的過程中間 其實就會有落差了 就會有落差 或者呢 如果我和大家分享一樣 我們不可能長時間用這些 行政的津貼啊 這種方式來 來改變這個市場的機制 那麽都可以說多少少 對現在年輕的朋友來說 雖然我們的調查其實是很全面的 不單是年輕人的 但我們知道政府的目標是年輕人嘛 對年輕的朋友來說呢 那麽樣才可以增加他們回大灣區 就業 工作 讀書呢 我的理解呢 或者以往學界的研究呢 有幾個方式的 第一呢 就是增加醫療 醫療的水平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聽過 南地有些時候是回南地做事 但是病的時候 他不是南地看醫生的 他立刻回香港 這個除了是一個TOS 順利啦 另外一個也是兩大醫療水平的差異的 我想這個是 一般朋友都會同意的 這個客觀的情況 第二個呢 他就希望呢 香港的一些制度呢 同時間也都是在南地擁有 這些優勢 for example 最簡單的 而回南地就業 你就希望用回香港的稅 所以我們曾經聽過 港人港稅 但是現在這個港人港稅 都有些問題 我不知道記者朋友 或者各位朋友 知不知道港人港稅 其實哪個補貼其中間的差價 香港的 信奉稅呢 是全世界最低 是15%的 那南地平均是超過20%的 那中間500% 哪個遵貼它 其實依然是香港政府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是拿稅人 那這個 如果你是真正說 好公平來說 其實是不公平的 那你自己選擇 我自己有些時候記得 你自己選擇 那你應該要承擔 各種條件和風險 那你沒有理由政府來 尊平利益的稅收 但是用回其他 在香港拿稅的拿稅的錢 所以這個制度上面的不公平 也都需要考慮 短時間可能可以接受 但長時間可能都沒有辦法接受 或者都有些朋友 覺得說 分內地作業 特別是 講是講高嘉義 大灣區 不過老實說 大家的焦點 都集中在幾個地方 深圳 廣州 中山珠海 最多 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到公民 我估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 就是高嘉義 是高嘉義 實際上要集中在幾個城市 特別近香港的城市 那麼很多人呢 攔住大灣區 但是他又希望 政府可以提供 交通津貼給他 但是這個 也都 大家需要考慮到公平性 或者 雖然我都知道 特別政府也都會 全力配合的 不過可以 可以幾難呢 這個政策這樣 支援 可以幾難呢 其實都 會有些問題 還有呢 不多學者討論 但是呢 其實是值得大家關心的一點 就是 其實大灣區裏面 九嘉義 搞個內地城市 廣東上搞個城市 加上兩個特區 其實 比 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甚麼關係呢 其實這個是很敏感的議題 但是大家 大家特地不討論 因為 我們不想討論 是誰做大灣區的領導 我們也都不想討論 我們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關係 競爭關係 競爭關係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還不重要 當然重要的嘛 比如說 哪個會是大灣區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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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是很深感情的 但是呢 其實也都需要關心 也都必須要跟香港市民講 那你鼓勵我們回來之後 那我們原本的家裡 香港到底將來的經濟會發展 發展是怎樣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 如果你站在一個很自私的態度來說 我希望保持著香港的金融中心 但是如果我們不停的鼓勵 香港的年輕人回台灣 會不會香港的競爭力 或者人差會少了呢 其實這個政府也沒有回應 所以雖然跟今天的調查 未必直接相關 不過我覺得 我們是學者 或者關心內地香港關係的朋友 都應該要注意相關的議題 那這些分享給大家 謝謝 我要做一步補充 因為我想大家都覺得如果 當然可能我剛才很多評論 都是針對年輕人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香港年輕人 現在或者未來的前途會是怎樣的 因為我想這個城市的前途 年輕人的前途是直接有關係的 那就是說如果那個城市的年輕人 是沒有前途的 那那個城市那個地方 都一定沒有前途的 那當然我們會說到就是 其實你整個大灣區 由所謂回去工作或者回去做事 其實對於香港經濟有沒有疲憶呢 就算你說菲傭來香港做事 他將家用寄回到菲律賓 真是幫到菲律賓經濟 泰傭在香港做事 寄回一次泰國 都對泰國經濟都有作用 但是如果香港人的年輕人 或者甚至香港的一些就業人士做事 對於香港經濟有沒有疲憶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或者甚至嫁妒之前也都有一些節目 都有講到就是說 因為疫情關係 有一些在大陸 可能做一些叫做基層工作的一些香港人呢 都因為疫情被迫回到香港 但是回到香港呢 可能不要居住呀 租不起樓呀 結果就要分家的 那所以我想就是 政府想一個政策 那當然 那當然 周不周全 無論是法制呀 人力資源呀 各方面呀 那這個是一個 不容易的問題 我亦都不希望這個香港人移居 或者在大灣工作 是一個作為特區政府 政治效忠的一個政治姿態 而到頭來就是犧牲了香港人 他們一些基本生活 或者需要的那個考慮 好了 我一張示範家 謝謝大家 我們網上收到兩個提問 我想可以綜合一拼去答的 那一個提問呢就是 因為剛才易博士都提到一些 政治上高的差異 尤其是大灣區內地與香港 那在政治的差異上 尤其是都見到近期 香港的政治局面的變化 也都所謂黨說了算 那跟香港人的價值觀呢 就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個提問呢就是 這個是否導致非民主派 都不願意去大灣區的原因呢 那這個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 就調查結果而言 無論是居住又或者是工作呢 非民主派的部分呢 都是意欲甚低 可不可以理解成為 其實去大灣區 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呢 如果根據我們這次的一個調查 我們就沒有辦法 做出很肯定的一些判斷 因為我們的判斷 必須要更加多的資料 不過網上的朋友問個問題 這個政治因素 會不會是影響到 年輕人會不會回到大灣區 就好像我剛剛分享的 其實政治因素是一個重要 但是沒有辦法否定 但是政府是不願意承認它的因素 我相信是的 那舉個例子來說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肯能機份 那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南地有多少個 來自這種自貿區的 我們比較近 比較重要的自貿區 像上海自貿區 廣東自貿區 或者波羅倫堂的海南島 本身就是一個自貿島 那中國南地呢 其實改革開放一直以來 其實有超過23個自貿區 是很多的 但是呢 當然有很多政策的優惠 但是呢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 譬如說最 肯定發展的最前面最好的 上海自貿區 都沒辦法取代香港的角色來的 都沒辦法 好 那年輕人就會擔心 那你回南地 那可不可以用IG 啊 可不可以用自己比較習慣的一些 網絡的使用啊 可不可以不需要翻牆 那其實 以往的討論都是怎樣 呢 南地的官員 或者相關自貿區的官員 都會告訴你 其實呢 你自己賣另外一張星卡 那就可以了 他不會告訴你這個翻牆 因為 不可以鼓勵你做這些非法的事 其實是非法的 是非法的 現在總之應對的方式就是 你自己搞定這樣 這種方式 所以對年輕人來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抗生 所以我同意政治的抗生 第二個呢 按這個庭文 如果我們理解沒錯的話 就問 民主派的朋友呢 似乎呢 針對 回大灣區發展 比如說 今次的調查定規 還有工作 比例也都不高 是不是 不是代表政府是 一生成員 一生成員 我不會用這四個字 我覺得很強 太強了一生成員 Wish for thinking 我就會覺得 好像華恩講的 其實可能 沒有真正的 面對一些問題 沒有真正的面對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 地鐵車廂裡面的廣告 唱的歌 都是告訴你 在大陸 很廣闊的空間 很開心 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 或者 香港解決不到的問題 在那裡 都不是問題 當然 這是宣傳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如果真正這樣的話 如果真正這樣的話 為什麼還需要 人為的鼓勵人來發展 你知道 實際上 可能不是這樣 當然 我們沒有調查 就不可以說太多 所以 第一次 我就呼籲政府 他們手上有這麼多資源 也都是打算去 在大陸 很多議員 推大陸投票 那樣東西 那你對 到底香港在大陸 有多少人 做什麼工作 定居在哪裡 做什麼產業 什麼Ranking 收入多少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在情況之下 那我們很難 進一步的分析 或者給政府 給社會更加多 具體的意見 來解釋 或者完成 來對於香港之間的一個關系 所以我覺得 我就不會說 一生全員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努力 我都看到很努力的 希望 我一開始也都說了 我都覺得是 的確是 增加了香港年輕人的生活空間 和工作機會 這方面我是肯定的 或者做一點補充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 在大學裏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研究撥款計劃 有一個其實就叫做公共政策研究計劃 那如果EK我還記得 其實 長期研究大灣區 都是一個 一個被鼓勵的課題 是歡迎一些大學裏面的一些 學者 教授們 去進行一些計劃書 申請和拿一部款做研究 但是我想可能都有一個可惜的地方就是 可能去到一些 剛才我想葉國和郭士都提到 就是一些很實際對於港人 在大灣區裏面 整個人口特質 性質 分佈 年齡 教育程度 年齡各方面研究 我們是完全沒有數據的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專業 或者作為一個負責任的 一個公共行政的政策 我也很同意葉國豪博士所說 研究 你沒有研究 你沒有發言權的 換句話來說 即是說 如果特區政府大力宣傳 叫年齡人回大灣區做事 或者甚至定居 但是特區政府 是完全沒有一些科學 中立專業的研究去到說服香港人 為何要回大灣區的話 就算扔多少錢賣地鐵燈箱廣告 扔多少錢去大臺做這個公關節目也好 都是賭錢來海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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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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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提及過 如果不知是越大 越來越有台灣的病毒工作 還有有成立的教育上程比較低 會越來越過台灣的工作 請問一下原因 有沒有可能會有一個理解 還有就是 剛才也有提及過 就是認為香港政府也有提供一個經濟的誘因 就是希望年輕人去大碗工作 有講到不是很樂觀 他認為為何不是很樂觀 是因為其實剛剛提到一些政治因素 還有生活派發差異的因素 是大於經濟誘因的 所以令到他們提出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提及過 就是說 也有提及過 年輕人的優勢 就是香港人年輕人的優勢 其實或者跟政府去到現實是有落差的 可能我們四五千元便可以請到大陸的大陸生 但就不需要請1200元便可以請一個大陸生 其實如果我作為一個香港年輕人會有個憂慮 有個疑問就是 你既然都說到這樣 為何還想我回去呢 為何還要去 你都說到大陸的年輕人是有這個市場的 我好像沒有那個市場 我為何要去 我留在香港便可以 就是會有這個擴焦 就想看看有沒有解答 有這個情況 是 謝謝你 其實我不知道 題目比較長 我試試問一些重點 不過我可以肯定一下這次的一個研究 大家看到這個研究 很多以後 華安港年齡越大 是越有興趣 或者後裏越低 是越有興趣 這是過往的一個經驗 過往的調查整體的趨勢 這次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表 就是三十歲到四十九歲 我們或者親自為所有的中年 它原而回到三十一% 其實它高過這個年輕人 或者是比較五十歲或者以上的群體 所以這個就很有趣 就是特別 三十歲到四十九歲這個中年 中年是比較原而回 這個和以往的調查 反而有少少不同 所以這個值得注意到這件事 就代表說其實也都政府 我們這樣解釋 政府其實是希望這些青壯的年輕人 可以回到台灣 我們看到這個數據 雖然整體來說 都是不容易為多 但願意的 又到達三成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可以注意的一點 第二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按不按 就是說 好像香港的年輕人都會擔心 回來做甚麼 或者是自己競爭力相關的問題 那我自己怎樣看 大灣區的一個政策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當然是 廣義上是一個人口的政策 或者經濟的政策 不過作為一個關心中港兩地 或者南地香港兩地 經濟政核的研究者 我自己很關心 我都覺得其實後面都有 肯定都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意圖 在裏面的 我可以這樣分享 那這個政治上面的意圖 其實它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邏輯就是 現在這個年輕的香港人 這個Generation 四代 其實是以往的調查 就是中國輪胎比較低一些 就是本土輪胎比較高一些 那他們的推斷呢 那個邏輯就是 哎呀你為何是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或者為何是這麼 proud 自己是做中國人 或者你為何對內地有偏見 是因為 你未回過內地 因為你不夠了解內地 所以呢 當你未回過或者不夠了解 當然了其實很多年輕人都了解 也都回過的 但是他們 他們以為他們未回過 所以呢 你就應該有多回來看一下 那裏輯就是 如果你翻多些 比如說 某某國家領導人都會這樣分享 如果你翻得多些 你就會理解 原來是中國很多 原來你就會覺得 困難香港是很聽真的 或者是 不應該困難香港那樣 那其實後面 我相信都有一個 這個政治上面的意圖 不過我們宣傳上面就不會說這些東西 這個你可以說是一個政策之後 這個附帶的影響 我相信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呢 關於這種政治上面的意圖呢 實際上也不一定在學術上面 是可以成立的 就是你不理過往台灣的研究 或者香港本地的研究 都會告訴我們知道 其實你回內地參加一些交流團 或者參加一些短期的 這些internship 國情交流團 是的 的確可以幫助你更加了解 當代中國的發展 會的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樣 改變你對內地的論壇 或者政治上面的判斷呢 其實是不會的 就是 我記得2017年18年 某某建制派政黨 我們就不可以開明 東民黨 我有找到 都做過調查 就是 其實 我們以往那種觀念 就覺得 是不是多了解一點 甚至回內地做事 就可以改變認同 其實是 可能是不會的 或者從我所覺得 可能是不會的 所以 我想說 就是 可能政治上面的影響 可能都需要我們注意 我們關注 相關的東西 那這裡可以有少許補充 那當然第一件事 剛才說到 就是 譬如說 官方都不斷強調 因為 香港人 特別年輕人 是不熟悉國情 所以對回大灣區 都抗拒 但是坦白說 大家都知道 未有疫情之前 就是 回深圳 消遣娛樂 是成為相當部分 香港人 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 就是星期五放工 就回深圳 娛樂 消限 飲食 各方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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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講到 學校層面 中小學 大學 由國情交流團 黃埔軍 去過很多次 北京航天 去過很多次 長城去過很多次 又或者 甚至現在大學 都有一些 即是 實習計劃 是回到 中學國內的一些 機構 部門 各方面的 那 難道過往十幾年 做這些教育 是白做的嗎 所以我覺得 當官方不斷說 就是說 香港人認識過程的時候 是不是官方失了憶 還是官方 已經直接承認了 他過往十幾年 做這麼多的過程教育 交流團 各方面 都是失敗呢 這就是第一 那第二件事 都是從一個 就是香港和 內地一些城市 各方面之間的一個關係 他剛才 葉國有說到一點 就是因為這次 這個調查其實 都希望隱身 叫做 拋磚人欲辣 就是說 咦 其實 現在政府就要鼓勵 年輕人回大灣區工作 於是給他一些進行 但是 如果你從一個 內地 不同市政府的角度 他會怎麼想這件事呢 我們 國家 這麼多畢業生 這麼多優秀人才 三四千元的工資 為什麼你香港人 有一個這樣的代 有一個特權 就是說 咦 為什麼你們還要 政府主張貼理回來 你們才肯回大灣區做事 究竟這個政策信息 對於內地政府官員來說 他會怎麼理解特區政府 他會怎麼理解最高層領導 為什麼有這樣的政策安排 坦白說 其實這都很不同的 其實都很慘的 我說 鄧從一個特區政府的角度 你不用錢去做有因 可能回去做事更加少 但是你用金錢作為有因 要一些年輕人回去做事 亦都釋出一個信息 就是 咦 原來香港要出銀彈攻勢 才讓年輕人可能會考慮回 內地工作 回大灣區工作 有可能因為這樣 其實內地不同的事 可能對於香港是更加看不起的 更加會覺得 哇 我們國內這麼多資料 各樣的人才 你們竟然還要用這樣的方法 吸引香港年輕人過去 那麼你們政府 沒有用性 所以我想經濟有因果然的背後 那個政治影響都不能夠忽視 其實我覺得這個標誌 那個津協的政策可不可以持久 如果不是長期津協到 可能一年 如果沒有這些 有因之後會怎樣 這些政策是否可以長期 即是帶響到涼美的關係 那很簡單回答 我自己個人的判斷 我覺得是很難持久的 很難持久 還有都有稅收的公平問題 因為我剛剛講過 他敢不敢稅也好 或者是津貼他到萬百元回來做 其實都是用香港納稅的錢 那麼我可以理解是怎樣這樣做 我可以理解大民大表 我個人是支持 因為我覺得 我們都交水交得很辛苦 我相信很多人都交水交得很辛苦 所以應該很難持久的 很難持久 還有我提醒各位觀眾 各位朋友 就是內地的 你說買樓也好 或者它的消費也好 也都是上升得很快的 也都是上升得很多的 還有內地的物價也都是越來越貴 所以你這些用人為的方式 行程的手段 來干預特地實情這個政策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很難持久的 很難持久的 那我就很擔心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津貼 那些人會否要離開來地 又回到香港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種監獄很難可以 可以保持久 還有一些補充 我想當然你回到內地工作 其實據我所知 最近都有一些 可能民政事務局 或各方面都有一些部款 那部款今天都不少 就是鼓勵回到內地創業 那我想當然回到內地創業 是不是就在香港這樣 就是我做個註冊 整個集體公司 然後去經營各方面 當然我也相信官方既然有賠款 我假設它應該有相關配套 跟年輕人怎樣適應 在中國內地發制、做生意、稅制各方面 但是很不幸 如果沒有的話 你漠漠然給筆錢 然後去上面創業 會不會到頭來 就好像早陣子 最近多一些新聞 就是有些香港的朋友 去大灣區買樓 但結果就遭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損失 然後就要追到屠城 那是不是相同類似情況會出現呢 這就是事件一 另一件事都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在整個過程裏面 剛才我講到 無論你是否有一個中安陽學 一個必需的過程 又或者甚至是作為一個 解決香港社會問題的一個手段都好 那究竟這個政策本身 剛才我講到 究竟這個政策本身 有沒有一個科學性、專業性 還有有沒有一個知識 作為一個基礎去建立這個政策 或者是很不幸 只不過是因為要 我們不長遠的了 這兩年度住這條條線 今次之後怎樣 沒錢就算了 沒錢就在上面 喜歡回來就回來 他喜歡在上面 在上面 是否一個這樣的一個 叫做坦白些叫做自身自滅的一個做法呢 其實在疫情之下 現在香港本地的大學生意 都不斷越高 我們需要做一個失業的情況 其實去大灣 你會認為是否一個 其中一個出爐 即是逐漸的一個做法呢 但同時在大陸來說 大灣去年因為疫情 其實很多大陸的大學生 都不斷越失業 同樣都很差 情況都不太好 其實香港那些上去 跟那些人爭飯吃都很好 其實有幾多問題 才可以給香港這些人上去 還有很多機會 這個朋友的問題應該說非常好 我們看到最新的數據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現在香港失業來到6.8 真的到了少少 都有很多我身邊的同學 學生就說擔心不業之後會失業 的確是的 南地大灣區是不是一個機會 好像我一直說 我個人覺得是是的 是一個機會來的 就是生活空間也好 就業機會也好 或者創業的成本 比較香港的確是相對而言比較低的 或者譬如說它的電商 或者創新科技的發展 的確是走得比較香港民間前面的 所以以往呢 比如說阿里巴巴是恆州 或者其他私人企業 都會是內地的這些民間企業 都以深圳為總部 所以如果對相關產業有興趣的 香港同學 我都覺得這個是他們的一個自由的 或者是他們自己發展的一個空間 那我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我今天想分享的 只不過我看到整個政策過程中間的一些隱憂 不代表我是不支持 或者是不鼓勵年輕的同學 要找一些自己工作的天地或者空間 那其實朋友也說得很硬 就是內地本身就有很嚴重的失業問題 就是城市也好 農村可能更加高 更加高的一些問題 那他們自己都需要處理這些造業的問題 所以你看今年非常有趣 中國的教育部是要求中國的高校 擴大研究員和研究所擴大收生的 為什麼 你找不到可以讀書 用這種方式來解決部分造業的問題 你就知道其實對它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同意 香港的同學年輕人在內地 就面對更加大的競爭 中間也都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事情 也都會有衝擊到它一些價值觀 或者看到不同層面 不同面貌的當代中國 我覺得是好的 沒問題 不過我們檢討這個政策過程中間 為什麼才可以更加好的 如果中間的一個經濟整合在一個大潮 沒有辦法改變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可以更加好的來實前這個政策 是我們關心的 還有我想分享一個很關鍵的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未必思考得到 就是當我們回台灣區工作 就業退休和讀書的時候 實際上也都是內地、香港兩地 它一路以來鼓吹所謂的一天的生活圈 或者呢 不是一小時 一天 一小時可能很難 還有呢 有時候講 在這個政策之下 可能政府也都想看到 就是中間兩地的邊界 是慢慢模糊了 那這個exactly 是九十年之後 一國兩制的一個最根本的事情 就是我們 之所以一國兩制就是兩地之不同 有所差異 那這個差異呢 這是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還有一度想補充 就是剛才我想葉高博士都有講到 就是其實在中國內地的政府 都需要面對他們年輕人 因為畢業 我想不單止大學生 甚至中學生 因為未必每個人都讀大學 所以再加上現在中國經濟都面對 因為中美貿易戰 或者甚至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究竟 就是 特區政府 或者香港政府 有沒有考慮到 就是 內地省市政府 它都需要面對 去處理它國外年輕人的問題 而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討論過 跟他們說 我們都想有些年輕人回上面做事 那方面 可能都有打過政府溝通的 但是如果香港本身 都經歷這麼大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也很擔心會不會釋出了一個政治訊息 就是會不會香港的特區政府 是利用大灣區 是作為解決香港社會問題的一個手段 其實我同意的 很同意的 解決社會矛盾 或者差一些年輕人的問題 香港未必解決得到一些高羅格的問題 是嗎 是來地大決 就是都要分享一個數據 做學者很喜歡分享一個數據 就是 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數據就是 九十年回歸到現在 就是回大地做事 最高峰的時期 都不及二十五萬的 不及二十五萬的工作人口 就是差不多是香港的就業人口 來比不及五百分百 不過這個已經是年四年五年的數據 我記得很深刻的 那麼年四年五年之後 其實一路下滑的 但是之後我們就沒有相關的資料 所以再一次 其實鼓勵一下政府 可以做多些研究 告訴他們 你到底離開 有多多人回來的作業 那麼 早到數據 我們現在知道 那怎麼樣 將這個政策更加好 的實情